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完蛋 我們今天要開箱這支iPhone 11 Pro的第二集 也就是完整的開箱 因為上次是剛上市 想說要搶個時間信 所以沒有做得很完整 就是我們就把它完整的開箱完吧 GOGO 這次的電量測試是採用1080p的畫質 50%的音量播放40分鐘的影片 字幕畫面 3DL 經過測試之後 電量從100%掉到97% 所以算出來滿電的狀況下 可以看21個小時的1080PE片 再來要測試的是日間拍攝 第一張是XS Max 第二張這張是11 Pro 這兩張照片最大的差異在於建築物與陽光 11 Pro因為它的色彩飽和度比較好 所以它的顏色可以比較接近原色 XS的話則是在天空的表現比較好 再來是測試11 Pro的新功能 也是這次手速搭載的120度廣角屏 再來可以看到這張是用兩倍焦距鏡頭拍出來的 第一張是XS Max 第二張則是11 Pro拍出來的 可以看到其實差異性並不大 再來是白天人像 由此可見這次11 Pro對於陽光的表現相當不錯 這也算這次的一個賣點 層次鏡頭從原本XS的700萬像素 換成了跟主鏡頭一樣的1200萬像素 接下來就是它最期待夜景的部分 第一張一樣是XS Max 第二張一樣是11 Pro 11 Pro在招牌燈光表現上 較優於XS 即在暗區的表現也比XS來的優異許多 接下來是在低光源的環境中做測試 雖然兩者差異不大 但在路燈的表現上有些許的差異 在兩倍焦距下 11 Pro的光源表現還是比較好 但在物件處理上 XS好像略勝一籌 再來是夜景高光源 也就是街景的部分 在這兩張夜景高光源的照片 可以看出兩台手機在光源處理的部分 有蠻大的差異 再來是夜景廣角的部分 這也算是這次最吸引我的一個工人 不用再外接一個廣角鏡 畫質也不會受損 再來是夜景兩倍焦距的部分 這兩者其實差距不大 主要在光源和遠處的燈光表現上 有一點些微的差距了 再來是夜晚的人像部分 TENSE在臉部燈光表現上比較有意 但在高光源處就有一個過度曝光的情況 這次的11 Pro一大賣點 也就是 新的夜間模式 夜間模式是透過廣角鏡頭 拍攝多張照片以後 透過演算法來做出一張最完美的成像 以上就是 對這支iPhone 11 Pro的完整開箱 至於 要問我說 這支iPhone 11 Pro值不值得買 就取決於個人對於相機和一些新的功能需求有沒有那麼高 至於CP值來說的話 iPhone就看個人考慮喔 因為畢竟它也是有一定的售價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每天記得隨手關電源 然後 騎車不要高速 我是玩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